大家好 我是陳永欣 Jophie Chen 拍攝的期二月八號 今天我分別開了兩個會 就是保安事務和食安及還位 保安事務就是向鄧炳強局長了解23條立法的前期工作 同一哥也有跟進同樂居若宜事件 食安及還位就是跟陳肇始局長講疫情 我講到賽假 大家可以留意我陳永欣日常Jophie Daily 我會把原片剪出來給大家看看 讓大家更加了解我們的議會工作 也讓大家可以給我們多一些意見 多溝通一定成功 而且我接下來會在議會主力跟進什麼議題 大家可以看我陳永欣日常Jophie Daily的最新影片 今天繼續和大家講疫情 大家都非常關注疫情 也會繼續和大家講東奧 因為北京東奧就是我們國家城市 疫情方面今天都已經新增了625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大部分都是屬於本地個案 衛生署署長林文健也有說 過去兩個星期就有2600多宗的確診個案 當中有898宗是未找到源頭的 而且更加嚴重的是 有一位專家的意見 說到接下來我們單日的確診數字就會去到一萬宗 真的非常驚人 我也會和大家講一下 而且我也想和大家再講一下我們內地抗疫的模式 有什麼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 這個就是疫情 至於東奧就想和大家講一下 非常震撼 我們已經破了上屆平昌東奧的紀錄 我們已經有三金 我今天因為開會所以看不到直播 但在我開會期間都看到 大家都不斷傳來有關的喜訊 看重播 我看到我們中國隊怎樣得到第三金 可以說是完勝其他國家 不過也有國家因為輸了比賽而發難閘 就說要抵制北京東奧 是不是好笑呢 我也會和大家講一下笑一下 我也會和大家講一下 去年7月1日被孤狼襲擊受傷的警員 他經過19天住院 200天病假後即將復職 日前他接受了訪問 去講他的經歷和感受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也有觀眾朋友和我反映說我的簡介太長 所以今天我縮短一點 順應各位觀眾朋友的意見 不過其實我的影片的設計和鋪排 每一集都不同 我都會花點心機在設計上 令到大家每一次看都有新鮮感 所以有時的簡介前 會和大家已經分享了一個議題 希望大家就不會錯過了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前面的JovieChannel 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還有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 告訴我聽你的看法 亦都希望你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大家多人知道 旺貿和南修排不想大家知道的真相 記得你的讚好和留言 可以幫忙抵抗小黃人入到影片 到惡意攻擊意圖令影片下架 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看影片 一路讚好和留言 支持我的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獨家提到我的影片 追看陳榮欣 知青原因又開心 訂閱JovieChannel 同任論證 洗蜜鏡 先和大家談談南華早報的訪問 他說他是獨家採訪在去年7月1日 被孤狼襲擊受傷的警員 這位警員29歲 他日前接受南早的訪問 用了化名惠明 上年7月1日 惠明當日的上午10時半已經開始直班 惠明的任務是和另外兩名警員 在崇光百貨周邊地區巡邏 要留意有沒有可疑的人物 當日他發生案件時 即將下班時 接近輪班結束時 即是大約晚上9點半左右 惠明在即將下班時 和他的同袍打吵架 說今天天氣很熱 又說他們下班後 喝杯啤酒放鬆一下 走到崇光百貨門口外面 有一名男子突然走到他身邊 按著他的肩膀 很大力地打在他的背部一下 他轉身看到 一名男子從他的身上拿出一把刀 他回憶當時的情況 他問自己究竟這是不是一個演習呢 是真的呢 有一把刀 然後惠明跌在地上流著血 他的同袍也衝向他 當他感覺到自己的制服 都開始染滿了血後 而且他看到他的同時 都變得嚴肅起來 他意識到自己的傷勢 相信也不輕 惠明說他當時幾乎無法呼吸 他睡在救護車的擔架上流血不止 他還以為自己會當場無命 救護車將他帶走之前 惠明說到他看到一哥蕭澤儀在現場 而且他的同袍就跟他說 蕭先生來了 千萬不要睡 這是警察局長的命令 看到這裡我就覺得很感動 真的可以感受到一哥 真是一個精神領袖 是可以令同袍在危急關頭堅持住 惠明送到醫院接受了七個小時的緊急手術後 他的家人被告知要做最壞的打算 惠明身受大約十厘米深的傷口 情況非常危急 而他自己也是為生命而戰 而他就益術襲擊他的刀 幾乎刺穿了他背部的左側 所以在持續了七個小時的緊急手術當中 惠明需要輸血 隨著他的病情惡化 醫生也跟他的太太和父母說 有機會查不到下去 回首這段往事 惠明就說好像看電影一樣 他說一個正常的工作日 他發現可能是他最後一天的工作日 當惠明在手術室為生命而戰 手術室外是另一場腥風血雨 在手術室外見到不少小黃人網軍大讚孤狼的行為 更加叫人聚集起來向這位孤狼致敬 有些人也有響應 去到崇光百貨外面擺放鮮花悼念 詳情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這條影片 所以接下來幾天 警方都要穿着防護背心 全副裝備去到崇光百貨外進行巡邏 而做完手術躺在病床的惠明 也正正透過電視看到整個畫面 他就說他覺得很痛心 他更加透露 當時被他一些中學同學發短訊 說他是該死的 惠明就說 這是生死有關的問題 為什麼還有人會支持施襲者 甚至看到有些人帶著他的小朋友去悼念 惠明就問他們的判斷出現了什麼問題 這個說得好聽 應該是問他們的腦袋出現了什麼問題 惠明就說 無論我們的政治觀點是怎樣 他都不希望任何人遭受到和他一樣經歷過的折磨 任何的仇恨都不應該這麼極端 以至到你希望別人是沒命的 惠明就在醫院住了19天 亦都放了200天的病假 而這次的襲擊就令到他的左肩 以至到他的上臂大約這個位置 就有一條14厘米的巴痕 惠明就說 就算天氣熱一點也好 他都盡量避免穿一些沒有就的上衣 因為他很怕這條14厘米又長又可怕的巴痕會嚇到其他人 他就說 起初他都覺得很不舒服 因為這條巴痕都影響到他的外表 因為這條巴痕不單止影響到他的外表 亦都令他想起那次的孤狼襲擊 他都花了四個月的時間才能克服到這個創傷 惠明就說他將襲擊的視頻都看了超過20次 他就嘗試從視頻看到這位孤狼的樣子 和這名孤狼在行空前 他的動作和惠明自己的反應是怎樣 那襲擊發生了兩個月之後 他第一次再回到銅鑼灣的時候 他都想起當日發生的事情 可以想像到是一個多麼大的創傷 不單是身體上的創傷 也都是心靈上的創傷 他就說這一段的記憶 他就必須要面對和克服他 那我就覺得整個過程之中都是不容易的 那我也知道呢 到今時今日都有一些小黃人 就是想拿回惠明的病假去炒作 那我也想說 都不刺到肉就不知痛 那惠明sir就說他自己不是一個英雄 他只是一個履行職責的警察 他說襲擊發生在他身上 純粹就是運氣不好 因為也有可能是其他人 那惠明就回想他復原的期間 在病床就想了很多 他就想究竟有什麼 促使到這個孤狼會做這麼極端的行為 他就有個疑問 究竟這名的孤狼 是不是被有偏見的新聞報道 和社交媒體誤導了呢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也多次形容這件事 就是孤狼式的恐怖主義行為 而煽動這些暴力 美化這些暴力行為的人 他們的手都是沾滿鮮血的 那惠明就生存了下來 而案發之後的兩天 他才知道那位的孤狼已經是身亡了 那惠明就說他真的想像不到 為什麼我們的社會會有這樣的人 惠明就說他一定不會原理一個 認為可以透過自己了結自己的生命 去逃避責任的人 他就說這樣是向社會傳達一個非常錯誤的訊息 惠明就說他不想其他人覺得 做完壞事之後 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去結束這件事 而暴力是永遠不可以解決問題的 一場黑暴就不只是惠明一個警員受傷 亦有很多市民因為站出來對抗黑暴 因而受傷 看完惠明的這篇獨家專訪 就讓我們知道一群為了守護香港 守在最前線的正常人 他的復康經過是怎樣 看完之後我非常認同惠明 我都覺得和惠明一樣 都不可以原諒那一群令到他們受傷的黑暴分子 我們不單止不可以原諒他們 我們更加要記住當時的情況 這樣才可以時刻記住 如何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發生 2019年就有修例 接下來我們都有23條立法 我都很擔心外國勢力會借故扭曲我們的法例 和抹黑我們的國家 所以我今天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開會的時候 都有提到 我們23條立法的前期工作 就要包括教育和宣傳23條立法 我們絕對不可以掉以輕心 所以為何到今時今日我都堅持拍片 我就是希望可以維持這個頻道 維持這個發放信息的平台 在19年我們沒有反抹黑的渠道 到今時今日我們都不可以重蹈覆轍 所以就算多辛苦 就算現在是凌晨都好 我都要堅持和大家拍片就是這樣 不過我發現自我被網軍攻擊之後 他們都有同一個說法 就是叫我不要再拍片 我就在想 有什麼人會不想我再拍片 會不想我有網絡影響力 或者大家也可以留言幫我想一下 我就想到小黃人一定看我不順眼 因為我敢於指出他們的問題 也會用風趣的方式去笑他們一班小黃人 因為小黃人真的很好笑 民主黨的副主席梁奕婷 黨員蘇逸恆就不理民主黨的中委會 反對公開支持民主黨以外的人士去參選 講的是在港島東參選的潘卓紅 所以民主黨中委會今個月就開會表決 要隔除梁奕婷和蘇逸恆的黨籍 一直沒有就事件公開露面的蘇逸恆 在昨天2月7日的Facebook 透露他近日感染了新冠病毒 從蘇逸恆的鐵文就知道他現在這一剎 再何況有什麼說話還沒說 蘇逸恆在社交平台上載了一份 病毒快速測試的照片 寫著大英帝國都用中國製造的快速測試包 蘇逸恆之後也在他的社交平台 蘇逸恆分享他感染疫情之後的親體狀況是怎樣 他就形容他測試呈陽性之後 他只是覺得好像有一些很輕微的雙風 他說是談不上感冒的 雖然病徵就像雙風一樣 但是他就說是被雙風要較長的時間才可以恢復回來 他就說他自己沒有發燒、沒有痰、沒有鼻水 沒有持續咳嗽、沒有頭痛、沒有其他的不舒服 他也提到他自己在去年已經接種了兩劑復必泰 而今年就接種了一劑的莫德納 加上他自己也是比較年輕 所以他說他感染了之後 症狀也是非常輕微 莫德納疫苗就是英國其中一款有用到的疫苗 台灣和日本也有採用 但是我們香港沒有買到莫德納 所以從此可以推敲到蘇逸恆現在去了英國 有這麼多蛛絲麻跡告訴大家他去了英國 究竟他為甚麼呢 第一 他又鼓吹躺平抗疫 就說他的染疫都是很濕碎的 只是給雙方需要較長的時間去復原 說到自己也沒有太大的不息 中了招都好像沒甚麼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他就想說他明明是打了針 而且是打了三針 但是都還照 還打來做甚麼呢 這個就是他想從他的鐵紋帶出的目的 可以見到蘇逸恆為了達到目的 為了叫大家要與病毒共存 這個也是西方的主旋律 他甚至乎要出賣到自己 要透露自己已經丟下了手續去英國 為了幫西人推銷與病毒共存 去自爆自己走了老 真是難得的小黃人 識看就一定看留言 有人從他的鐵紋知道他已經走了老 也有人恭喜蘇逸恆成功爭取抗體 除了這些留言 我特別想大家留意一下這個留言 就是Jason Poon 即潘卓雄 蘇逸恆正正為了潘卓雄而被開除黨籍 潘卓雄現在回到他 向蘇逸恆留言 潘卓雄說蘇逸恆的情況證實了 就算打了針也阻擋不到病毒 潘卓雄遮題發揮 蘇逸恆的經歷說明了 我們香港谷針強檢 和動態清零的政策落後 即是又在推銷要與病毒共存 大家就知道 小黃人現在集體有什麼任務 相信大家都聽過半杯水的故事 樂觀的人就會說 我還有半杯水 但是悲觀的人就會說自己只剩下半杯水 就失去了半杯水 潘卓雄看蘇逸恆的故事 就會說現在打疫苗也沒有用 但是我看到蘇逸恆的故事 又有另一個啟發 蘇逸恆自己打了三針 中一早都說自己沒事 就證明疫苗是有效 沒有重症 所以就算他是Tested Positive 我們也可以Think Positive 走到英國的小黃人 好像上一集說到的馬仲兒 最擔心的就是自己會確診 蘇逸恆現在又中了招 又有抗體 在英國應該過得很happy 當我們看到他走路都很happy的時候 但我自己覺得 看到零一的新聞之後 我就覺得我的心情就好像過山車一樣 事關有熟悉蘇逸恆的消息人士 向香港零一透露 就說蘇逸恆已經買了大約半年後回程的機票 即是走了佬又想回來 真的不知道是小黃人為了什麼 上一集和大家說的馬仲兒 大家都不想他回來 對於蘇逸恆這個小黃人 大家又怎樣看呢 都可以留言說一下 講到疫情 其實我們香港現在都非常嚴峻 新增625宗的新冠病毒確診個案 又創新高了 而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 今天出席了一個電台節目 他說依照目前的疫情走勢 預計在兩個星期後的單日新增病例 會破一萬中 疫情會全面失控 單日破萬 梁子超醫生說 單靠現在收緊防疫措施 不足以控制疫情 所以他呼籲我們要共渡時間 避免外出 因應疫情的最新發展 政府經過風險評估 由明天開始符合出院的條件 新冠病毒呈陽性病人 在出院後不需要進行強制隔離 何謂合乎出院條件 政府說三個樣本 他的CT值都是33以上 可以出院之後居家檢疫14天 期間要定時接受檢測 政府引述說基於研究發現 如果CT值是30或以上 就沒辦法再培植病毒 所以以CT值33去畫界 是非常安全的 傳染的機會十分之低 聽完我就很擔心 我不知道他的CT值是Delta 還是傳染力特強的Omicron 政府說就算是陽性的確診者 他的CT值只要是高於33的話 都可以出院 我覺得這樣放寬法 政府說他的傳染力是低 但不代表是不會傳染 所以這件事真的令大家都覺得很擔心 而我覺得如果是陽性 也可以走入社區的話 就更加令人憂心 這樣放寬法就是我們醫療和隔離設施不足的證明 那麼醫療和隔離設施不足 為什麼我們又不建方艙醫院 不尋求國家的支援呢 想知道為什麼呢 我上一條影片都和大家分析了 大家都可以看回 我相信都是離不開這個原因 而今天我想和大家再講一下內地的做法 是不是防疫就要禁足呢 內地現在的做法 就提供了一個答案給大家 北京東澳就是採取嚴謹的閉環管理 對於來自和病毒共存國家的西人來說 他們來到我們北京東澳 就會覺得非常之新奇 因為都是透過北京東澳 讓他們了解到我們中國模式的抗疫 什麼是閉環管理 而閉環管理有多麼強勁呢 而隨著賽事逐漸展開 有不少的運動員和記者 都可以親身感受到閉環內 它的安全和高效運轉 他們通過他們自己的社交平台 去分享現在在北京的生活體驗 也正正可以向全世界展示到 真實的東澳生活 很多外國網民看完之後都感嘆 西方媒體出自政治原因 拒絕展示我們中國真實情況 和不時會作出抹黑的行為 是非常愚蠢 是令到他們覺得很失望 北京東澳的閉環管理 其實就是將它的區域 分為三個閉環賽區 分別就是分為北京市區 北京郊區的延慶 和鄰近的河北省張家口 就是橫跨超過160公里 每一個閉環賽區 都以一個比賽場地為中心 也專門設計交通路線連接住 當中有酒店 會議中心 工作人員宿舍等等 每樣設施都有 估計有約6萬名運動員 代表團官員 媒體記者和志願者 進入閉環 而他們從入境到離境 實行全流程 全封閉點對點的管理政策 根據東澳的防疫手冊 除非有醫學豁免 否則所有奧運相關人員 來北京前14天 都需要接種兩劑疫苗 才可以免除集中隔離 進行閉環式管理 他們在登機前 就需要持有96小時內的兩次陰性結果 抵達北京之後 再進行一次測試 結果都需要陰性 才可以讓他進入閉環 入到閉環裡面 所有人員每天都要進行核酸檢測 除非出現陽性個案 否則都不需要強制隔離 網運相關人員 就可以在閉環裡面的酒店 和東澳村裡面住宿 也可以乘坐東澳專用的車輛 往返閉環的場所 不能夠和閉環以外的人員接觸 美國CNN特約記者 也是前運動員 他詳細記錄了啟程坐包機 抵達北京 入到閉環的過程 以他的親身經歷做了比較 他說北京東澳和六個月前的東京奧運 非常之不同 因為北京的防疫規定 非常之認真和嚴格 每天都需要做檢測 亦都需要在閉環裡面去活動 為何和大家分享北京東澳的閉環管理 因為一來北京東澳的閉環管理 令到西人覺得很震撼 可以見到我們中國模式的抗疫 令到東澳可以在疫情之下順利進行 而且疫情也控制得住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閉環管理也證明了 要做強檢的話 是不需要按足的 運動員要做檢測 但也可以去比賽 也可以在閉環內去活動 不是說哪裡都不能去 如果要做大規模強檢 有這麼成功的做法 閉環管理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如果要做大規模強檢 可以見到內地有這麼成功的閉環管理 為何我們自己還要盲中中去試新方法 而不參考我們內地成功的抗疫模式 我們可以見到北京東澳就是一個例子 大規模強檢也不需要按足 講到東澳 大家不知不覺間 又去到我要講的下一個話題 也是我們今集最後一個話題 我們中國在北京東澳的成績非常好 既是展示了我們中國成功抗疫的模式 也在獎牌榜上有很好的成績 現在還沒有結束 但已經比上一屆的成績好 收穫了三金 谷愛玲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第三跳逆轉勝 為我們贏得北京東澳的第三金 看完比賽後真是神伏 他跳的第三跳是超高難度 也是頂著心理壓力來一場逆轉勝 令我作為中國人覺得很驕傲 未看過賽事的話 大家可以在這裡聽聽很多劇頭一下 法國選手拿道在最後關鍵的一條失誤 他是在頭兩輪領先著 但到了第三輪被谷愛玲使出秘密武器反超前 所以這名法國選手拿道只能靠最後一條 希望可以壓過谷愛玲 他就是後過谷愛玲出場 可以說是非常大的壓力 看到谷愛玲的第三跳跳得這麼好 拿道在最後一跳落地時有點瑕疵 所以只得到73.5分 計算最高分的兩跳 所以拿道仍然是憑他頭兩跳的總得分 187.5拿到一面銀牌 但輸給谷愛玲 失落了金牌 谷愛玲也是盡顯大將之風去安慰他 谷愛玲不僅在場上比賽時 展現大將之風頂著壓力 在場下也展現大將之風去安慰拿道 在場下可以看到谷愛玲溫柔的一面 亦可以看到硬正的一面 我亦會在這條影片的最後加插 谷愛玲在面對記者時的表現 即是有觀眾朋友發給我 即是有觀眾朋友發給我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記得要看到影片的最後 體育有贏有輸 尊重賽果就是體育精神 但針對國家隊拿第二面金牌 出現了小插曲 第二金來自一千公尺競速滑兵 國家隊包辦了金銀牌 不過韓國試口不認輸 試圓在一千公尺的速滑準決賽當中 韓國選手黃大憲和李進瑞 分別在準決賽中拿到一和第二名 不過裁判看完playback之後 判定他們兩個在變更賽道的過程中犯規 所以他們雙雙被取消資格 韓媒朝鮮TV今天報導 韓國代表團說他們選手被判失去資格 飽受重大的打擊 所以今天早上同行的心理治療師 就和這兩名選手進行面談 報導也提到 韓國體育相關的人士跟媒體透露 他們的代表團從保護選手 和考慮到國民感情的角度出發 他們說即將會採取強硬的措施應對 他說除了會向體育仲裁法庭提出訴訟 也會直接會見國際奧委會主席巴克提出抗議 我不知道抗議是什麼 抗議為什麼輸了一場比賽 而且不要說準決賽 是決賽完了才去抗議 很沒有體育精神的韓國人 更加說我們中國這一面的金牌是偷回來的 可以看到輸了就在發難渣了 韓國的代表團還說 如果他繼續在判決上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他就說他會討論在冰相項目進行抵制 人都已經去到北京 還說要抵制北京東奧 贏不了獎牌就要抵制 韓國真的為我們解答了為什麼西方國家要抵制我們 不想被堂堂正正的激動 就索性不參加比賽 索性抵制比賽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韓國和西方國家接下來都要抵制很多東西 多到不止是四年一次的奧運 還有衣食住行各個方面都要抵制 因為我們中國人在方方面面都是奧運精神 追求更快更高更強 而我相信無論是韓國人也好還是西人也好 他們怎樣看我們國家 對我們國家的發展來說一點都不重要 因為他們喜歡不喜歡我們國家也好 阻止不了我們國家的發展 這一點和谷愛玲在回應記者的時候的說法都非常相似 不愧為我們的中國驕傲 谷愛玲在賽後見記者的記者會上 他的說法我相信都可以為很多觀眾朋友帶來一個啟發 如果大家在生活上遇到有不欣賞你的人 相信你看完谷愛玲的影片 聽到他的說法都會有一個心靈的安慰 在去片之前都要跟觀眾朋友說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集為你的選材 如果未訂閱我陳永恩的Youtube頻道 記得右下國際免費訂閱 開啟通知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去片 最多的東西 這位說法是誰 過了很種勤奮 在中國人從中國和對中國地球珍 之間都悄悲 問我怎麼會這樣 也是難得你覺得應該的 that是兩種類 特別你會有 criter詞 在美國 你的好愛 非常感謝你 我想說 我想 我想 不要留下一個大家開心 我是 18歲 以外 because I feel as though I am doing my best, I'm enjoying the entire process, and I'm using my voice to create as much positive change as I can for the voices who will listen to me in an area that is personal and relevant to myself. So I know that I have a good heart, and I know that my reasons for making the decisions I do are based on a greater common interest and something that I feel like is for the greater good. And so if other people don't really believe that that's where I'm coming from, then that just reflects that they do not have the empathy to empathize with a good heart, perhaps because they don't share the same kind of morals that I do. And in that sense, I'm not going to waste my time trying to placate people who are, one, uneducated, and two, probably are never going to experience the kind of joy and gratitude and just love that I have the great fortune to experience on a daily basis. So yeah, if people don't believe me, and if people don't like me, then that's their loss. They're never going to win the Olympics, so. Sadness. 看完這條影片,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要讚好、留言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還要訂閱我陳榮欣、Jofie Chen的YouTube頻道, 按下See First,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的請 absolute適合 的替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